新冠肺炎AZ疫苗是陆续传出血栓争议 也让许多国家开始来思考相对应的措施 在欧洲国家有不少的政府官员是出来信心喊话 鼓励民众施打 至于在美国方面 在脸书总部是开放的部分区域 来当成疫苗接种者 医护人员从瓶中抽取出疫苗 继续为民众施打 尽管AZ疫苗陆续传出了血栓的严重副作用个案 但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很多国家还是鼓励民众接种 在法国也出现不少60岁以上的营法族施打 它需要推移 它需要所有人 être vaccinés pour que la pandémie se緩涉 se termine malheureusement cette défiance s'est installée et qu'il faut aller au delà il y a 30 millions d'Anglais qui ont été vaccinés je pense qu'il faut être pragmatique et concrète et un vaccin est vital aujourd'hui et tous les Français qui le peuvent je leur souhaite de faire vacciner le plus rapidement possible 虽然在体育馆可以看见大约数十位的民众来施打AZ疫苗 甚至和民间等待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人潮相比相对较少 英国政府官员和专家也向民众喊话 希望大家对新冠疫苗有信心 不止在欧洲 美国的疫苗施打作业也持续进行 位于加州梅罗帕克的脸书总部 开放部分区域当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点 但主要是以莫德纳和交生疫苗为主 连出在星期五就宣布了这一项疫苗接种行动 同时还会和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合作 为加州四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移动疫苗诊所 至于在德州理工大学的棒球比赛现场 也出现疫苗施打服务 500系交通疫苗吸引了不少球迷前往施打 为了提高疫苗的接种比例 各地单位不遗余力 希望可以从多方管道防堵疫情 这条烟军王心中整理报道